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香港搞笑电影 买胸拍人 故事的男主是一个叫Brother的职业杀手 因为他的记忆很高超 所以有很多的有钱雇主 有着超高收入的他 与妻子阿玲住在一个非常高档的小区 平时正职就是杀杀人 副业就是潮潮股票买买基金 日子也过得相当滋润 只可惜好景不长 受金融风暴影响 夫妻两人的财务出了状况 甚至还出现了雇主不结尾款的情况 更离谱的是 雇主在没钱给尾款后 还让Brother将自己杀害 因为这样他老婆和孩子 便保险仅可纳 为了维持现在的收获 也为了给自己花钱 大手大甲的老婆钱花 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的Brother 只好自己主动上门找生意 说来他的运气也实在是好 正好有一个傅太太偷情被人拍下来 他便想找一个杀手为自己解决问题 但傅太太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就是必须将杀人的过程拍摄下来 然后再供他欣赏 这样才能一切心头之恨 不懂拍摄的Brother 第一个单子并不成功 他虽然顺利的将目标杀害 可影片却拍摄的摇摇晃晃 什么也看不到 傅太太很不满意 但他还是愿意再给Brother一次机会 让他去杀另一个与自己有仇的人 总要的这一次 还要将杀手的过程录下来 Brother深谙客户至上这个道理 更何况他现在如此缺钱 于是这一次他先来到了一个酒吧 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个失忆的导演 这个导演虽然名不见经不传 但却有着高超的拍摄技术 就这样两个有着各自专业爱好的人 一拍即合 Brother带上导演来到现场 导演认证的寻找角度 还要设计剧本 只是一开始导演并不知道 这是一场真正的杀人案 在Brother没有跟着自己的节奏拍摄时 他还想让Brother重新再来一条 可人死了 怎么可能再复生 他知道这些真实杀人案件后 感到十分吃惊 他导演的敬业精神 让他开始修完了拍摄的影片 甚至是加入了一些特效动作 就这样他们将完美的杀人影片 交于傅太太 傅太太看到被修过的影片非常满意 于是Brother的杀人拍摄组合越来越火 甚至其他的凶手组织也开始模仿 后来江湖大佬彪哥听出了两人的事情 便决定要顾问他们去 瞎社团的大叛徒 还让他们一定要将现场拍摄下来 这样一来 彪哥也有话跟社团交代 他自己也能坐稳大哥的位置 终于到了杀人和拍摄的那天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主角出场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当天来到现场的 竟然还有一帮凶手 就在目标出现 拜德高要准备杀人之时 另外一帮凶手先下手为强 将目标杀死 办得气氛至于 便将另外一个帮凶手全部杀死 但自己的目标也已经死去 自己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呢 这时导演想出了一个妙招 他找来了临时演员扮演目标 自己还亲自导演 告诉演员需要怎么演出 就连现场的灯光 摄像导演也都一一安排得非常完美 一群人就这样在一堆尸体旁边 开始到自己的演出 这是彪哥也来凑了下摄脑 可能彪哥一直以来 也有一个演员梦吧 看到导演的安排 倾听说自己想参演一下 导演自然是同意了他的要求 毕竟他才是金主爸爸嘛 一切就绪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录制 但这时警察却赶了过来 这下可是人证物证俱在了 彪哥一众人等被警察当场带走 而爸爸与导演却机智地 假扮成送外卖的逃了出去 随着两人的事业 真真日想 导演获得了奖项 伴得也成为了业界有名的杀手 他们完成了各自的愿望 这部电影充满了各种奇特的脑洞 也给我们带来了别样的狭狭 让我们见识到了独特的港式幽默